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保安叔叔 最近,成都的两位司机因为猜拳火了 私家车和出租车发生刮叉 交警明确了私家车司机全责 我们是走到公交道有需求的事,我们是在转,就又转过去 结果呢,那个小子呢,对方车子呢,他就走这边过来 这边过来,这样一转,我们就这样一转,就插刮起 现在插刮的位置就是这个位置 而这时,快速中心要下班了,两人决定协商解决 这样子嘛,你打你电话修理厂嘛,你熟悉修理厂,我打我熟悉修理厂 我们俩人要出来托定价格嘛,我们就把车子的照片照了之后 照片就给他发过去,发给修理厂,最后修理厂,帮我评估下来 就这个位置,修理厂,帮我评估下来 你看当时那个对方的车主呢,他觉得,哎,挑衍反射的 我给你换个价,我换你好多嘛,还五倍 我说你听到修理厂,你听到的,帮我评估下来 双方僵持一分钟后,私家车主提出猜拳 谁赢了就按照谁的价格赔偿 我换了十六五,我拿他十圈嘛,拿十圈 这个十圈好赢了,小子就算是我时间 赢了,我就是人把该起飞快翻了 我们俩就把这个事情给圆满地处理了 我本身就很,就是很喜欢吃饭的时候 后期我跟朋友就是,嗯,就喜欢花儿去 我们就这样,然后我们就花个圈 事情解决后,两位司机加了微信 准备周末约个饭 私家车主谭先生表示,这本就不是大事 现在是和谐社会,早点解决,早点回家 这一视频走红后,被网友称赞为 最和谐的事故处理方式 这一撞还真撞出了友谊 两人在周末一起吃饭,吃着火锅划着拳 以往我们看到发生交通事故的司机 通常是得理不饶人,不得理就耍赖 有的更是直接犯了路怒症,打人砸车撒气 结果很小的事故闹出了大矛盾 其实像这两位司机一样,平心静气的解决 不是很好吗? 看完本视频,欢迎关注留言 粉丝留言,我会在评论区回复